大家好,2022年11月20日,星期日,晚上的7點鐘 我手錶VLOG的第21集 之前所說的手錶,99%都是瑞士的品牌 中間亦都加插了3集,講香港的品牌 連同WMT的開箱,前後講了4集 我想生產手錶的國家很多 中國大陸生產的手錶亦都不少 有代工,有幫忙生產製品 也有百分之一百的品牌 講起國產的手錶,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覺得 第一個印象 國產的手錶 品質不好 仿佈品 抄襲別人的款式 Copycat 我印象都是這些 今次講講一隻手錶 我應該都買了大概一個月 百分之一百 國產品牌 新產品 甚至乎去到機芯 都是百分之一百 國產品 什麼原因有市外買這隻手錶呢? 是無他 大家一定看到的 就是因為它是一隻真的運石面 一隻手錶 很好奇 究竟什麼運石呢? 質素如何呢? 效果如何呢? 所以就買回來 先講講這隻手錶的 基本資料 牌子的名字叫Ploxima 如果Ploxima上網去查的話 講天體學 天文學 應該是一個叫比倫星的東西 完全跟它的標誌 的獨角獸 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都不太理解 為什麼獨角獸會它的標誌 如果公司標誌是獨角獸的話 為什麼不叫Unicorn呢? 不夠景? 不要聽? 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上它的網站 其實都出了很多 致敬款 參考別人的手錶 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系列 它都會有 這個混石面的 產品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就 改一個名字 就會跟一些 天文學 天德學 有關的東西 先講講這隻手錶 一些基本的 規格 它是一隻 40mm直徑的手錶 脖子很短 48mm 厚度連著 藍寶石的水晶玻璃 13.2mm 脖子是20mm 看它的外型 看它的款 完全不像 抄襲 或者複製 或者致敬 任何一個牌子 任何一個標款 任何一個標款 它的標面 根據它網上 那個 資料所說 它就說 這一塊 叫做 枝雲石的原式盤 很含蓄的 說得 什麼叫枝雲石呢 我有問過我太太 如果國語 真韻石的真實 那個真字 國語拼音 應該是什麼字 我太太就告訴我 是Z 即是G 就不是真韻石 這個意思 讓我聯想到 即是G韻石 是不是在暗示 它是非洲納米比亞的Gabriel 那就是不得而知 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稽查 又沒有辦法去考證 但不要緊要 那隻標收了之後 我下鏡去看 我都相當肯定 這一塊 就是一塊 真的韻石來的 大家都知道 我真韻石的手錶 都有兩隻 我相信我自己有能力 懂得怎麼分 真韻石和假韻石 OK 那說文理方面 即是那些 艾德曼花紋 全部都很自然 很漂亮 我覺得就OK 那 之前介紹JLC的時候 都有說過 真韻石面 有趣的地方 就是當它的光 很足夠的時候 它呈現出來的那個顏色 就銀白 那剛才我去遮住它的光 當它光是不足夠的時候 那些艾德曼花紋 就會變成不同層次 卡拉通的灰色 這一塊的 枝韻石面 都有這個效果 我相信 有理由相信 這塊是一塊真的韻石器 之前說過 真韻石的處理 絕對不簡單 不輕鬆 那 錶面的設計越複雜 那就意味著 它的工藝的難度 就相對越高 那看這一塊這樣 的 韻石面 那其實它的處理 都幾巧妙 那 那 12個index位 都有index 那 我當每個index 轉一個或者兩個洞 那就可以固定到 那這就是 chronograph 計時手錶 那它的處理方法 就跟Rollex 或者跟我上次說的 JLC的處理 就不一樣 那三個計時盤 它就沒有做到 這個扭空的處理 那 反過來 它很聰明 就在額外 這三個計時圈的上面 就做了一個圈形的index 就雙了下去 那用這個方法 轉孔 這個方法 就要轉三個洞出來 那風險係數或者難度 就相對減低了很多 那 那成功率當然會提升 那 所以就算Evendose 這個是一個chronograph 的小三圈的設計 那 那 錶面的處理難度呢 亦都是比例如Rollex Datona 上次說的JLC 全域 我相信用這個方法 處理 是簡單點 和容易點成功的 那 另外index 那些全部都相好 就不是印的 那全部獨立 就是index 那 兩個指針 那這些分針和時針 都是好像JLC用的 那些叫太子飛的針 那 下鏡看過呢 就沒有偷工減料的 那 在這個面頭那一層呢 就是平面 面頭那一層呢 是做了這個磨砂 的一個處理 而在旁邊的斜位 那三角斜位 是用拋光的 那邊位方面的處理呢 我覺得亦都合格 那 一拿回來呢 就當然下鏡看 那 下鏡看呢 就是index 12個index 另外它5支的針 就是包括10打猶上面3支 我沒有見到有毛邊 亦都沒有見到有明顯的花痕 那 所以那個造工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有起出望外的 那 正中針那支的計時秒針 就是藍色的 那 我相信 就是憑我的經驗 去看這個顏色呢 那這個顏色應該就是電到 那絕對就不是敲藍的 那所以顏色呢 就比較淺色一點 那 就沒有真正敲藍的 那個深藍色的效果 那 另外就 藍寶石的水晶玻璃錶面 那 就平的 flat的 那 那 不要以為它是一隻國產的手錶 那還未講 這個手錶呢 即是折算回港幣 3000多元而已 那 那 3000多元的價錢 藍寶石水晶玻璃錶面 那 它 都有做到 在裡面 即是 內層呢 就做了這個防反光 折射的塗層 那 面頭那一層呢 就沒有做的 那 所以呢 那個反光程度呢 其實都是一個manageable 即可接受的程度 OK 那 另外講到那個錶圈 即是Bessel 是一個fixed 的Bessel 但是呢 在Bessel 裡面的這一塊 insert 那這塊片呢 那是陶瓷來的 Ceramic 那 Ceramic 上面 都有一些 Tachimeter 的黑度 那 全部就用這個白色的 油 就滲了下去 那 做工OK的 不差的 那 下鏡看也好 用手摸 那 這些 上映的顏色 是完全平了 應該是打磨過的 那 就不會有凹凸 不會發覺呢 即是有一些 滲色的 發覺 不均勻 又坑了 又成的 就沒有的 那另外就講個 Case 那個外殼呢 那個打磨就 我覺得合格水平 一般 那起碼呢 就 我找不到 找手摸 就算裡面這些 凹凸的鬼鼠位呢 都完全是磨好了 摸不到有任何利 摸不到任何有介手 刺激的邊位 沒有的 那處理就 卡拉卡 錶耳的面頭 就做拉絲 那側邊斜位 就拋光 那 在這個邊位中間 夾邊的位置 都是拉絲 那 到Ksus 底部 斜位 都是做了拋光 那 那個拋光 那 拉絲打磨 不需要說 一看 就一定是機模 那 看些拋光呢 靚不靚呢 譬如看努力士 大家很熟悉的努力士 那這些拋光位呢 拋得靚處理也好 那反光的時候 就是那個倒影 就不會有D source 就是不會有變形的 所以見到這些 那些拋光 但是那個D source 就是那個倒影 D source 都頗嚴重 但是說真的 一分錢就一分貨 那這個錶呢 都有100米的防水 那所以呢 是一個物底的設計 那 說到這個機芯 這個機芯呢 就是國產海歐的ST-1902 那1902其實是一個什麼的動作呢 那其實1902 就是以前一個很經典的很傳統 叫做Venice 175的一個Movement 一個機芯 都很多的廠 喜歡用這個Movement 的 或者我開一個 Web site 可以讓大家去看一看 那些相片 那大家在螢光幕面前 看到的呢 那這個呢 就是那隻 叫做ST-1902 那 那 是在這個Venice 175 即是那個License Xpire之後呢 就 模仿生產出來 複製 那 那 是不是一個很差的Movement 呢 不是啊 那 根據上網上面的 一些資料 一些review 甚至乎很久之前 我自己都玩過 這個ST-1902的Movement 那 那 很複製的 很耐用的 那 那 這個程度 那 而且呢 它是一個Column View 那 道柱輪的一個計時的一個機芯 那 所以呢 就不太差的 那 那 很複製的 很便宜 那 那 就算說 到時發現Movement壞了 有問題呢 就是 這些全新的Movement 就是 在淘寶 Ebay那裡買 都是說 一二百元 或者二三百元 的事 那 就不需要擔心什麼 維修啊 各樣東西 那 是一個手動上鏈的Movement 那 因為它用Column View 那 所以呢 起動 就很輕的 那這個Movement 它那個震頻就二萬一千六百 那 所以你看到那個Chronograph 計時那個 那個 那 走起來呢 都沒有我之前介紹過 二萬八千八的 那麼順的 那 因為它一秒呢 就應該是走四格而已 那 所以都有一點 好像不太順暢 那樣的感覺 那麼大都不要緊 那 這個Movement Column View 那 Reset 歸零 啟動 很輕的 很準確的 沒有延遲的 那 所以就 不太差的 即是用上來 那 我都 收了這隻標 都有 三四個星期的時間 那 不停幫我上鏈 又可以走 那 走時呢 都很準確的 那 Column Graph呢 我都沒有石著它 每次帶著它 或者拿出來玩呢 那 就有一個Column Graph 那麼 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任何問題 OK 那 這個標 我有什麼想和大家分享呢 除了說 一些規格 一些資料上的東西 那 那 Quality 方面 剛才都和大家說過了 它 可以這麼說 三千元的價錢呢 它應該要給你的東西 全都給了 一塊真韻石的面 啊 啊 指標index 沒有花沒有成 啊 太紫飛的針 沒有花 沒有毛邊 那 用了一個 國產的手動上鏈 Column View的計時 那 有 陶瓷的 啤素 有藍寶石 水晶玻璃錶面 單層 防反光 防水 防水 也有100m 所以這個是 船入式 鎖霸的設計 來的 那 我個人覺得 這次的購物體驗 其實是正面的 不差的 其實這隻錶呢 需要訂的 沒有現貨買的 需要下訂 下訂完之後呢 就等它出貨 都差不多等了一個月的 那 那 有一件事我覺得 幾起出望外的 那 當它通知我說 這隻錶真的做好了 那 它就傳一些QC的照片給我看 那 我之前說過 尹石廟呢 尹石面呢 就快快都 不同 就獨一無二 那 所以呢 就 看到這塊面呢 就沒有騙的 這隻面一定是我 那 因為除了我買之外呢 也有很多的買家 又買這隻錶 又放那些 收貨上去 做評價 快快面都不一樣的 那所以就沒有騙 那 有給個QC的照片給我啦 給個正面啦 給個錶底啦 給個夜光我看啦 那 還有呢 就 我沒有想過 有一件事我沒有想過 就是它竟然呢 就拍了一段 很短的小小的視頻呢 就上機 放了下去 噢 這裏沒有啊 放了下去 放了下去 那個Meter上面呢 就測給我看 那 它測給我看 就 擺幅啦 走時都OK 那所以呢 這個Service 這個服務啦 的確呢 就令我有一個喜出望外的感覺 一個感覺 一個印象 說它的夜光 就一樣 不差的喔 不垃圾的喔 還用藍色的夜光 大家看到啊 之前 譬如瑞士手錶也好 也試過不少 那講針用紫外線 紫外燈射完之後呢 有很多一陣間就沒有了 都比你街市 就算是很出名的牌子 也都不少喔 但是如果你說說 國產的 他們的夜光 收你三千元 一隻這樣的手錶 那有沒有偷懶 有沒有偷工減料呢 我自己的見解呢 我又發覺是沒有的 那大家看到啊 都 射完燈之後 都隔了一段多久的時間 那你都還看到 很明顯的 藍色的夜光還在 OK 那所以這樣說 這次的購物的經驗呢 其實一點都不差的 那 我沒有特別的意思啊 即是說 要特地 要推介 國產的手錶 給大家 那只不過就是 當一個經驗啦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呢 如果你對手錶 有一些的基礎的認識 那 那 上去淘寶啦 或者不同的頻道啦 有時候 國產的手錶 即是懂得買 懂得選擇呢 有時候都會有一種樂趣 和給你一些驚喜 那或者在完結之前 也都給大家看看 一個套餐 即是大家看看 那中國大陸 是一間很有趣的國家來的 那我想就 那應該說 日本啦 大家也要明白 是一個很民族性很強 很愛自己國家的地方 那大家一定聽過 日本人漂亮的東西 就一定留給自己的 一些沒那麼好 或者像一等的產品 他少要拿去出口 那中國大陸 就剛剛調轉了 漂亮的產品 好的產品 就全部都拿去出口 那回來 次一級的產品 就留給自己 給國家自己 裡面去 去 consume 那這些就是出口的貨 那所有包裝 應該有的東西 他沒有差你 即是有給的 但是同一款的錶 如果在國內買 我看到就用到膠盒 就算了 沒有了 一個印了自己 獨角獸 logo Ploxima 這個金色 印刷的外包裝 裏面這個 就是一些 架皮皮的錶盒 藍色 我想這個藍色 就跟它那個 計時指針 卡通都相似 那這個錶已經拿出來了 其實這個錶盒買的時候 就是跟這個 鋼帶 這個鋼帶 老實說 這個鋼帶 我自己看過 第一個質素 我自己就覺得一般 很重 真的很重 這個鋼帶 就這樣拿上手 都很重 所以膠紙成 都什麼都未撕 那一個Z型的 普通 一個基本的接扣 那這個裏面 可以調微調 即是調長短 還有就是 它調整那個 板鋼帶的長度 其實是我 幾不喜歡 或者最不喜歡 就是 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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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這條帶的設計 就 像什麼呢 就有少少 像 Moon Watch Omega Moon Watch 那種設計 不過你說 是否說實 就是學別人呢 很難說 就是精弓 都精弓 還是SEIKO 還是CASIO 鋼帶 都好像類似 但無論如何 都好 反正 我覺得這條帶 就很重 所以 我就 沒有用 OK 內襯 就是 標準 東西 人造皮 什麼人造皮 沒有特別 漂亮 也很重要 但應該有東西 都有給你 拔了出來 就是一個內格 內格裡面有什麼 PROXIMA 他自己的保養證 保養證 保養證 沒有補給那西 有他 因為 直接跟這間公司買的 應該 這間公司的老闆 還是什麼人 自己簽回名稅 日期 有個 barcode 應該探索這個 記錄 就連到 他那個 微信 另外 就有本說明書 不過說明書 這些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看 這些機心都不會不適合 另外還有跟些什麼呢 國產手錶一定很喜歡跟 一定有這枝 我之前也說過 都不知道被我丟了幾十枝 這枝 就用來給你教 換錶帶 那些 生意 生意針 這個 叉叉 就用來 換皮帶 後面這個 圓形的 這個 就用來給你教 那個 錶球上面那個 微調的 另外還跟多了 一對 這些生意 所以這樣說 就買國產手錶 懂得選 選對一些正正經經的牌子 做工 各方面 可以這樣說 就不差 當然就千萬不要拿去 跟一些瑞士的牌子 去比 你問我 如果她說 打磨 做工各方面 跟瑞士二三線的牌子 其實就 可以增一日一兩日的長短 絕對不垃圾 不差 也都很老實 其實國產手錶很老實的 是那句 就說那句 是甚麼就是甚麼 它不會騙你 所以這個錶 價錢就幾千元 又好像上次那隻 WMT 再我來說 我覺得是 玩具錶 來的 No Big Loss 最緊要就是 真敏石 你買一塊真敏石的 瑞士二線牌子 上次我買了Sodex 都在說一萬多元 國產這些 如果你懂得看 懂得分 買一隻真運石 我又覺得 又不太差 今集就 講講一些國產的手錶 純粹一個分享 沒有意思或沒有特別意圖 就說要改變大家 對國產手錶的看法 想法 我又不太偉大 不過講我自己 我就很好憑 賣手錶 沒有限制 國產手錶 打死不賣 是 對它們有 對它們有 有些 有些看法 Amani 手錶 Empori 手錶 哪裏做 全部都是國產做 Kelvin Kai 手錶 全部都是國產做 那 是不是 國產做的手錶 真的不OK 我覺得 貴為 世界第一個 工業強角 講生產 講造工 能力絕對不差 但是 講理 設計 開發 設計方面 就 遠遠沒有辦法 跟外國 那些去比 那 講設計 日本的精工 日本是Casio 它們都有自己 很高級 很高級 那 那些手錶 設計 又會不會 美得很厲害呢 可不可以 跟瑞士德國 那些頂級品牌的設計 可以去比較一下 都應該好像沒什麼 就算 Gran Seiko 啊 啊 Casio 的 MLG 人家都是賣 材質啦 賣打磨 都是賣這些 我沒聽過 好像日系的手錶 就賣 設計 好啦 今集就 講到 來這裡啦 多謝大家 介紹了一隻 純正 百分之一百 國產 銀石面 還要是這個 杜柱林的 Column View 計時的手錶 好 謝謝 拜拜